南美洲国家秘鲁有着超过4000年发展史 经历多种人文发展阶段 文化底蕴非常浓厚 当地考古团队最近就在当地西北部的万查科地区 发现了一个相信是用活人祭祀的古代墓地 挖掘出45具属于孩童的遗骸 初步推测相信属于1000多年前的古奇墓王国 考古学家透露这些骸骨有着许多共同点 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胸骨或肋骨上都有刀痕 有的甚至整个胸骨都被割除 不排除生前被割除心脏 专家因此推测 这些遗骸都是属于活人祭的牺牲者 团队也相信这些骸骨可追溯到公元1200至1450年之间 进一步证明中古世纪奇墓王国真实存在 世界上奇墓王国最初在公元900年出现 直到公元1470年才被 添加王国吞并走向灭亡 course 我设计也计不 realities 计划 追逐 我认为是硬 Mark 我要去逐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